冰桶挑战旋风席卷全球 北市卫生局长林奇红就率领全国第一个剑洞人病房的医疗团队 在联合医院中校院区的门口临冰桶挺公益 呼吁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给予剑洞人长期的支持与关怀 20多位医护人员在医院门口排排站 桶子里放冰水倒数321 所有人把冰桶往自己的头上倒 卫生局局长林奇红 联合医院总院长邱文祥等人 全身湿答答 就是希望呼吁社会大众 对剑洞人的爱与关怀持续不间断 我们希望这不是一个一时的热情 我们希望这一时的热情能够转化成 未来持续跟长久的支持 我想这是我们参加这个活动最重要的目的 全国第一个成立剑洞人病房的联一中校院区 热忱无比的照护中心主任 更一连零两桶加码呼吁大家挺剑洞人 而一旁的剑洞人并有 更靠着亲友写下让爱蔓延的英文词句 场面十分温馨 第一个我希望KPMG台湾所的余季龙主席 也能够响应这个活动 第二位我希望台湾的这个剑洞人的大佬 蔡金彪教授 我想他一定会也会很乐意 第三位我希望在一直长期以来关心我们剑洞人的一位音乐家 苏显达教授 他长年以来一直帮助剑洞人 他医务的为剑洞人办了很多的音乐会 一连点名三个人是冰桶挑战的规则 就连许多明星和政治人物也都聊了Key 在全台掀起一阵旋风 不过对于这群剑洞人医疗团队们来说 活动只是一时 希望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给予剑洞人实际的支持与关怀 中价特别新闻的一如蔡凤的 中价特别新闻